4. 星球隊 電影 4. 星球隊 4. 星球隊 5. 星球隊 5. 星球隊 5. 星球隊 要搭街坡車 去度假村 我們現在來到 輕景澤的 星球隊 裡面很漂亮 好舒服喔 剛好今天天氣非常的好 很讚 他這邊大廳的空間設計得很好 就是用了很大量的落地窗玻璃 然後讓陽光直接照射進來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天然的材質 木頭啊 食材 打造一個很自然舒適的感覺 跟上次去古關一樣 就是會先請客人到一個座位去坐著 等他們準備check-in的資料 我們剛剛拿到鑰匙 現在準備要去我們的房間 會先經過這一區 大家可以坐在這邊休息 然後旁邊還有提供一些食物 有酒 我就轉兩次去 這邊的呢 就是全部都是 看起來好好吃喔 除了剛剛室內的座位去之外 他外面也有安排座位去 背景是這樣 超級超級夢幻的 欸 我有點嚇壞了 這個是會熱的檯子 什麼意思 它好像也沒有什麼意思 哇 真的會熱欸 真的假的啦 又在演 又在演 有在演嗎 沒有 幹嘛演 三千年後見 呵呵呵 甜甜甜 你不覺得 我跟 豪西諾亞很有緣嗎 你說你現在身上的配色 不是 不是 你配色才更像 不是 不是配色 我 頻道第一支影片就是 豪西諾亞 對耶 然後也是生日 兩年前 是嗎 兩年前啊 喔 生日快樂 對對對 忘了跟大家說 今天回來豪西諾亞就是因為 要來慶祝我的三十歲生日 請來唱一首歌吧 好了 好了 年末要到了 是不是有很多的送禮需求呢 關於送禮 之前就跟大家分享過 我只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呢 就是一定要很漂亮 再來就是要使用 最後就是要送禮 送的有面子 來自丹麥的B&O 在我心目中 一直是一個實力與美貌兼具的奢華音響品牌 今天 有一個新的東西 要來介紹給大家 BO Sound & Merge 無線喇叭 因為它的體積非常非常的輕巧 就像一本書一樣 只有6.7公分的厚度 今天不管我要放在客廳啊 或者是放在層架 甚至放在我的床頭 完全不佔空間 這一台BO Sound & Merge呢 還有一個很吸引我的點 就是它的外型 它的設計非常的有質感 像它用這種高級鋁材 配合液材質這樣的結合 可以巧妙的柔化3C產品的科技感 放在家裡面不圖 然後還有溫度 聲音技術一直是B&O的強項 像BO Sound & Merge有三種的中高音獨立設定 可以讓聲音自然的散布在空間當中 如果你跟我一樣 在選購喇叭的時候 最在乎音量 不要看它體積這麼小 它的音量超級足夠 不管任何空間都可以有高品質的完美音樂 一起來感受B&O Sound & Merge的好音質吧 最後想要分享一個非常方便功能 就是它的多台串流還有多房間音樂系統 如果你住在一個比較大的空間 或者是你有立體聲的需求 只要有兩台 他們就可以透過它的App配對 即便今天在不同的場域 也可以讓所有人一起享受音樂 像B&O Sound & Merge這樣一台 這麼優雅漂亮又兼具實力的喇叭 就很適合送給最近要結婚 或者是搬新家的好朋友 我很喜歡一邊工作一邊享受音樂 它的機頂按鈕設計就設計得非常好 當有需要調整音量的時候 只要手指輕輕滑動 就可以簡單調整 B&O Sound & Merge操作起來超級方便 有App可以協助機身設定 還能因應空間大小提供空間補償 還可以調整自己的音樂模式 還有最愛模式 B&O在台灣是有遠寬電信代理 而且提供業界唯一三年保固 感謝本集財神 遠寬電信贊助播出 真的很喜歡B&O在美學工藝 還有聲音上面的專注 無論是要送給親近的好朋友 或者是年末到了想要犒賞自己 都非常的適合 有興趣的朋友 歡迎到下方資訊欄參考 遠寬電信官網 現在來帶大家開箱一下我們這一次的房間 我們這一次住的是山坡房 直接有一個這裡的造景 一個小河流 這是這個房型的主檔 然後還有一個陽台 旁邊就是床 這張床蠻大的喔 應該是旁邊有很日式的這種燈 然後我覺得它很貼心 這邊有放一個加湿器 因為日本現在蠻乾的 你是個擺設 你是個擺設嗎 它這邊就是沙發區 然後它放這邊就是讓大家可以直接坐在這邊休息 看窗外的風景 你目前坐在這邊還舒服嗎 我快變成地覆了 你的那邊露出來了 沒關係 沒關係啦 還蠻搞笑的 然後每一個好心豆芽的房間都會有可以泡澡的地方 真的超級讚 可以直接看外面 欣賞外面的美景 然後一邊泡澡 他說今天有準備一個這個泡澡的東西 其實是薑 裡面都是薑 可以直接丟進去 但是它這邊跟我們之前去台中古關比較不一樣 之前那邊房間裡面的泡澡呢 它的水是不間斷的一直流 所以為了讓客人有最新鮮的溫泉 但這邊就沒有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在響應環保的關係 現在來...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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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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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喝喔 前菜呢 非常的細緻 山藥 然後魚卵 還有香菇 好好吃喔 這個很清爽欸 山藥豆腐是嗎 很Q 很好吃 我現在要上我們火鍋的湯底 這鍋子也太美了吧 看起來是手工的銅鍋 第二道是炙燒鍋的牛肉沙拉 看起來也是很甜 它的肉很特別 雖然是冰的 但是你吃得出它那個肉的鮮甜味 嗯 好特別 然後也吃得出那個烤過的味道 很好吃很好吃 因為我在預訂的時候 它只有跟我說是牛肉酸酸鍋 甚至不知道有剛剛第一道前菜跟現在這個沙拉 所以還蠻意外的 然後又都處理得很好 有人已經在跳舞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晚餐 然後蔬菜類看起來是蠻豐富的 這牛肉看起來好讚啊 而且超大片的 嚇死人了 好像毛巾 毛巾沒錯 毛巾 它的沾醬呢 是這樣子呈現的 一整壺的醬料 然後其他的果料在旁邊 好鮮甜啊 跟我們在古關吃的 嗯 不同等級 怎麼樣是不是 這應該就是天堂的味道 對河牛上次就嚇到 覺得是紅米 可是這個 好酸 油肉分 均分 最後竟然還有一大盤的麵 這邊的人會先協助煮第一輪的麵 然後這個麵只要煮十秒鐘就可以了 怎麼那麼紅 這邊的燈光光 我好像被烤過 可是我本來就覺得吃火鍋這件事情呢 就是 湯頭跟食材 這邊的都 上上之選 非常的讚 然後他的其他的配料 就是 包含他的沾醬啊 還有他的這些 佐料 還有最後那個蕎麥麵 就是 錦上添花 沒錯 好突然喔 謝謝 早安 已經 其實已經是午安了 已經快下午安了 對 我們早上呢 都在 工作 然後 還沒有吃東西 想說 來他這個 休息區 看一下有什麼吃的 來品嘗看看 都準備了什麼 昨天比較可惜的就是 下午我們 不是有發現那個 酒 Apple Cider嗎 就晚上變成Sake 個人沒有很愛Sake 就是沒喝到 來了 現在又有了嗎 哎唷好黑喔 現在來找東西吃 他應該有 沒有盤子 應該有盤子吧 你為什麼 很高興 很高興 好高興 這包是什麼 不知道打香嗎 他這邊拿一個 嗯 不然我拿開 好 你有看到 今天的酒 就是什麼 今天就是雪梅 雪梅 雪梅 爽 來吃吃看吧 哇 這裡這個大面光 真的很吃 其實我 還是不知道這個 到底是什麼 它是脆的 而且野菜 野菜 不是鹹的嗎 它這好像不給鹹 牛瓣喔 牛瓣喔 蠻好吃的 因為你很愛這種 鹹甜鹹甜的東西 愛嗎 愛啊 還有一些蘋果 然後這個是 蘋果 好像小時候吃的 就是迪化街的 過年拜拜 很好吃喔 感覺你等一下會續盤吧 我會 最終 我還是不知道什麼是最終的 吃了就知道 嗯 什麼味道啊 有個蝦餅的味道 你愛吧 我不愛 有吃過那種 冰淇淋 餅乾嗎 就是裡面是軟糖 做成冰淇淋的樣子 外面那個 餅乾就是要脆不軟 要軟不脆的那種 沒用的那種質地 那裡面是什麼 這個就噴出來 應該就軟糖吧 水儀 不是傳統的軟糖 也不是就是類似法師軟糖 嗯 類似法師軟糖 這哪個 最後一個 他說是傳統果子 光吃漂亮 很像核桃糕 只不過質地變成很Q的那種 我剛剛下午自己一個人來泡了旁邊的蜻蜓溫泉 非常的舒服 裡面室內區超級超級大 另外它的戶外區也很舒服很大 還有烤箱 看它的烤箱很驚人喔 90度 我進去大概 三分鐘我就不行了 但有那種 長輩的 我看它在裡面坐了大概20分鐘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我們 要去吃晚餐之前呢 看到後面這邊有裝飾 聖誕樹超級美 我們下午才在講說的嗎 都沒有聖誕裝飾 原來是放在湖外 而且很大一個 你在忙什麼剛剛 旁邊有可以夜巨蟹的 開心耶 好單薄 今天晚上沒有吃飯店裡面了 這邊呢 旁邊有一個叫做村民食堂 等了超級久 大概有50分鐘吧 終於進來了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海撒沙拉 好漂亮喔 我直接吸好了 你要表演嗎 因為我都會表演 吸蛋達人 真可怕 醬有一個煙燻味喔 好香喔 沙拉沒有在 沒有在隨便 不隨便喔 因為很多產品的沙拉味 我滿意外你點的是 很一般的炸豬排 因為我就很愛炸豬排 然後我點的這個叫做 山肥定食 它是炸雞排 是我看網路上有人說 這個比一般的炸雞排好吃 我這個山賊 看起來好有趣喔 這個炸雞排 它都有一點黑黑的耶 是不是炸過了 很有山賊感 嗯 它這有醃過 甜甜的 很好吃耶 我覺得炸豬排就是 炸豬排 沒有性質的好吃 也沒有聖伯煎湯 雞排滿 沒吃過的味道 還有點小椒的味道 對啊 很特別 我推薦記得 我們現在準備要退房了 然後這邊還滿貼心的 會幫你把行李拿到Lobby去 我們這一次總共來三天兩夜 然後住起來覺得 還是滿讚的 只是說這邊因為 已經營業的時間比較久 所以整體還是多多少少可以感受到 硬體比較老舊一點點 尤其是房間裡面 但是公共區域的話 就都還是保持得滿新的 另外就是它的食物 什麼也都非常好吃 不管是比較平價的村民食堂 或者是它飯店裡面的餐廳 都還不錯 那整個空間也是非常的舒服 包含它有房間裡面的溫泉 然後戶外也有別的溫泉 都還不錯 整體我們大家都住得很滿意 我們再掛手機 我們今天這一趟 輕緊的生日之旅就到這邊 大家記得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追蹤 我真的太少講這些了 真的都不會講 反正就是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的朋友 掰掰 到這邊